嚣张的日本选手居然敢向中华虎杨建平吐口水 杨建平怒气之下冲上擂台将嚣张的日本师徒二人打到躺尸擂台 杨建平的愤怒不仅仅是因为被吐口水 而是这两名日本选手丝毫没有武德 不仅使用下三滥的手段 而且还搞背后偷袭 插眼睛 甚至台下教练都跟着一起打 就在中国选手刘文波想要进场时 日本选手就挡在面前让刘文波专进擂台 此时刘文波也没有过多理会 在中国出场应该也耍不出什么花样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名日本选手趁着刘文波正在放松时 居然搞起了背后偷袭 这一偷袭让刘文波根本无法招架 可恨的日本选手把刘文波偷袭打倒之后 还变本加厉地压在台柱边就是疯狂地踩他 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祸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刘文波和好兄弟杨建平 是如何扭转局面的吗 日本选手眼看独秒没能成功 并抓起刘文波想要继续暴走 不料此时的刘文波也才刚刚缓过神 刚一上场就被一顿输出 是谁都应该是难以招架吧 这时刘文波也开始正式进入状态 只见刘文波一个助跑冲向对手就是猛烈地撞击 被两次撞击后的日本选手 几乎是失去了反抗之力 刘文波将对手扔到场中央想要进行独秒 不料可恶的日本教练居然直接上台干扰刘文波 好真不愧为导国来的 就知道使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卧槽你这是妈的 你不对的吧 你开挂呀 卧槽 好家伙 日本选手趁刘文波与裁判说话时再次搞偷袭 难道你们导国从小的教育就是偷袭才能成才吗 还真是烂到架了 日本选手眼看跳高也跳不到对手的胸口 并将刘文波半倒在地 一个飞踹直接让刘文波短暂地丧失了战斗能力 紧接着抓起刘文波就扔到台下 一旁的小姐姐也被吓得一击令 而就在这世可恶的日本选手教练就开始对刘文波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好景不长 此时也让刘文波抓到了反击的机会 也毫不客气地将教练打到毫无战斗能力 被挨了俩耳光之后的日本教练 就如同丧家之犬一样在地上爬行 刘文波将气氛值拉满后就缓缓走到日本教练跟前就是一个大鼻洞 可万万没想到台上的日本选手为了保护教练 冲到台下再次对刘文波进行攻击 而这一次是师徒二人联手 这种局面对于作为总裁判的杨建平自然是看不下去 并想要上前制止 想要制止的杨建平还没说什么 嚣张的日本师徒俩走到杨建平跟前 假装嗜好 并拿起一瓶矿泉水喝了一口后就直接吐向杨建平的脸上 此举也彻底激怒了杨建平 还真拿这里当成你们倒国了 居然会如此的狂妄至极 但作为总裁判也不好出手 并强压怒火继续观战 此时的杨建平看到好兄弟的惨状 也开始有些坐立不安 身为中华虎杨建平的心中怒火也即将爆发 回到战力的刘文波也不会再给他机会 直接重拳还击 而看到这一幕的杨建平也有些放心 但就在刘文波即将要终结日本选手时意外再次发声 日本教练再次无视规则将刘文波绊倒在地 这时的日本选手健壮赶忙起身就开始脚踢刘文波 更离谱的是日本裁判也上擂台推开裁判开始猛踢刘文波 看到如此不讲武德 试图二人联手殴打刘文波 台下的杨建平再也按捺不住 并直冲擂台干翻两个 身为中华虎怎能看到好兄弟被打呢 就这样兄弟二人携手打倒了日本师徒二人 而对于这场比赛有些人看的是一场戏 有些人却看懂了这场比赛里的细节 不知你们是如何理解这场比赛 我们评论区见